日前和大家拆解過 在我們香港旺角一間咖啡店 94分3café 怎樣侵犯華納兄弟公司哈里波特的版權 已經被法庭勒令要停業 不可以再用這個形式去經營 不過不要緊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個喜訊 今次可以真真正正 名正言順地浸淫於哈里波特世界當中 因為有一個地方出現了 在亞洲終於出現了 亦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這部電影系列為何會這麼成功 和知識產權IP產業鏈是可以怎樣產生的 大約在兩個月前 6月16日 全球最大的哈里波特影城 在東京池袋正式開幕了 佔地大約有3萬平方米 相當大 等於是超過4個標準足球場的面積 是繼倫敦華納兄弟哈里波特影城之後 亞洲第一個哈里波特影城 如果能夠落腳在香港就好 不過可惜不是來香港 這個拿正牌照的影城 可以說是還原了哈里波特系列電影 有一個經典拍攝的場景 一共有14個主題區 一打開 霍格華茲學院的大門 就會正式進入哈里波特的魔法世界 它的魔法天地 一進去就會看到霍格華茲的大禮堂 一看到這個禮堂 大家對這部電影的回憶 就肯定會回來了 在等候入場的期間 已經有短片提醒了大家 不可以去觸碰場內的道具和戲服 但是大家絕對可以很近距離去觀賞 電影裏面出現過的很漂亮的服裝 很精美的道具 全部大家都看到 可以一起去探索這個幕後的故事 好像去揭開這個魔法的秘密一樣 在區內是有不少電影場景的一些互動體驗的 它影成將每一集不同經典的場面 包括鄧不利多辦公室 那棟會移動的樓梯 宿舍等等 都是整出來給大家看的 就連霍格華茲學生 不敢進去禁忌森林 你夠膽的都可以去闖一闖 森門裏面真是會出現八眼巨豬 鷹馬等等 當中有幾個地方還可以測試你的魔杖功力有多大 看看你能不能夠對抗到這些危險的魔法動物 走過了陰森的禁忌森林之後 參加的人士之後就會來到其他經典的打卡位 例如海格小屋 水立樹街 4號的德斯里加 騎士巴士 和巫師旗盤等等 大約兩小時左右 就會去到一個cafe 這個cafe就是Veglott Cafe 去試一試電影當中著名的飲食 一定離不開奶油啤酒 還有其他的魔法美食 一定一定不少的 就是霍格華茲的特快列車 和這個94分3月台 這輛霍格華茲的特快列車 其實本來就是一輛真正有100年歷史以上的英國精氣火車 退了役之後 經過收復再送來影城 在列車上都會還原故事當中出現過的場景 之後會陸陸續續走到更多的場景 例如魔法部、邪角行等等 邪角行 由外觀、莊王到各種裝飾的細小道具 不單止精緻 還好別出心裁 將小說的情節全部呈現在眼前給大家看 例如最古老的建築 古寧閣巫斯銀行 販賣魔杖的奧利范德魔杖商館 衛斯里雙包胎開設的衛士巫斯法寶店 摩金夫人的長袍店等等 影城裡是擁有全球最大的哈利波特商店 售賣大量獨家商品 這個主題樂園和其他樂園是有些不同的 這個東京哈利波特影城 是一個你一邊走一邊體驗的互動娛樂設施 官方為了好好地管制人流 遊客買飛的時候 不是說買了一張飛幾點都可以 你要預訂一個入場的時間 而影城也會很嚴格地 去作出這個時間上的限制 這個問題在日本就不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來到香港或者內地 我們可能會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日本人的時間觀念相當之重 很準時 通常都準時 而影城也早就告訴了 入場人士知道有預告的 你要游到整個影城 保守估計都起碼四個小時最少 所以有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最好就是預約早上的時間 否則可能會滾碎六腳 太趕忙 太匆忙 一夜晚拍攝10時就關門 你趁關門之前看完 又不夠時間的話就很狼狽 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由第一部開始 大家就相當關注了 到現在推出了八部電影 而整個系列終於完結了 在劇裏面的小演員 跟著電影一起帶 在西方魔幻文學小說是很少的 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新聞報道 外國人看了英譯的中國修真小說之後 就瘋狂著迷了 這些是小說本身的成功之處 所謂修身類小說 就是由些鮮俠小說 神魔至怪小說 和武俠小說發展出來的 是結合著現實網絡流行文化 依照著中國本土的道教發展 一種出來的新的小說體材 小說一般都是講述士主人翁 通過道教飛升到達更高的境界 一個修真的境界 各個界別的劃分 都會根據不同的小說 會有不同的種類 在一種程度上激發了年輕人 對道教典籍的興趣 至於電影《哈利波特》本身的製作 亦都相當優秀 它的優秀點在於特技上的展示和安排 人的想像力是有限的 小說描述某一些魔幻情節 人的大腦 我想很多都可能根本沒有辦法 可以具體化想像出來 但是電影對於魔幻世界的表現 就很實在了 在遵從圓著的基礎上 再加了一些改造 令到觀眾產生很大的代入感 哈利波特是一個IP產業鏈的好例子 這個IP產業鏈是怎樣部署的呢 推廣策略又佔了一個什麼地位呢 哈利波特是全球第一個IP的營銷 總結了一個簡單的公式 就是我們經常掛在後面的 商業轉化率超高的情懷營銷 在賣什麼呢 在賣情懷 在圓著小說裡面 哈利波特一年年長大的 小說的讀者也一年年長大 多數的讀者不單止沒有因為成長而疏遠 這部作品的主人翁 反而不斷帶動周圍的同年齡的人 令哈利波特迷就好像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越滾越多 養了一大批讀者之後 J.K.Roland新一部小說開賣那天 亦都搞到好像電影首映一樣成大 在電影還未出現之前 沿著開賣日 就會有很多的書迷 依靠書裡面的描寫 自己製作一些巫師長袍去到書店排長龍 等待零售點發售 這種粉絲自發的行為 亦都為早期哈利波特系列增加了很多話題性 你隨著書一本一本出版 電影就逐漸加入這個世界 而終於在2001年 讀者想像中的情景 都被華立兄弟搬上大螢幕 令到全球的粉絲 有了夢想成真的感覺 沿著的人氣 亦都為這部電影 帶來做一些先天的熱度 而電影和沿著交替的推出 輪流的推出 亦都很成功 維持了哈利波特現象這麼多年 其實一句都說了 這個超高人氣 不是不斷吸引到大批新的粉絲 而是剛剛提及那些這麼精妙的安排 令到哈利波特 變成一個IP 可以去膚化的渠道 渠道越多 自然面向受眾的群眾就會越廣泛 因而造成了很多樣延伸和邊緣的商業產品 輕而易舉地賺了過百億美金 不過說就容易 做起來都是很困難的 即使你跟蹤這個方程式 也未必一定會得到同一個效果 在文化產業當中 有個主產品獲得顯著的成功之後 它附加產品才會有人關注 以及有這個商業價值 始終好的故事 都是遠比市場策略更加重要 有非常之多的因素是不可以控制的 銷售背後真正的動力 其實就是那些小朋友口口相傳 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操場營銷 口口相傳不只是在操場 而哈利波特的成功 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對成年人的吸引力很大 很明顯這個系列的故事 勾起了很多成年人對童年很多的回憶 在完結前 想和大家分享多個好消息 智雲投資學堂推出了一段時間 不少朋友都覺得相當有用 希望可以更加深入了解 我很高興我的合作夥伴Fanatic 會在這個星期六 8月12日晚上9點 破例透過Zoom 舉行一場特別版的Sunday Club 以往Sunday Club 只有Fanatic付費會員才可以參加 而這次是完全免費的 Fanatic創辦人 港產AI股神 何文浩 Percival 會用他獨家研發的AI 人工智能選股系統 和大家分析大事 個別股票案例 和種種投資知識秘訣 想知道Sunday Club有多有料 只需要點擊 在下面Description欄目的連結 完成簡單登記 就會收到確認的電郵 是完全免費的 為何不試一下 我肯定大家會滿嘴意